要做就是使用REPD 所以当我们要串接 第一步你要在上面打公式 所以一般习惯是点这个储存格 建议再点上面这个叫资料编辑列 资料编辑列里面的话 第一个因为前面要加09 所以09是一个文字 所以你前面必须先一个等号 等于什么 等于双引号09 后双引号 表示说我在这边加两个字 09 它会帮我把这个资料放到储存格里面 OK 后面因为它在串接后面的储存格 11 如果你文字跟储存格串接的话 必须要加一个end符号 这个end符号 跟什么串呢 你可以点一下f4 把f4点一下 这两个都会串在一起 当然如果你想要看结果的话 你可以打个勾就可以了 但你光是没打完没关系 你可以先打勾 先看一下 有了 对0911 然后面的话还要加一个一杠 一个减符号 所以如果说一个储存格 要再串一个减的符号的话 双引号开头 一个减的符号 把它串在这里 打个勾就可以了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再串这个 可是 我如果直接end end 再串这个的话 它会是84 少一个0 所以其实这一题最难的部分 就是如何补几个0 如何补几个0 所以我刚刚有讲 你可以透过len 先算出这里面有几个字 如果有两个字用3去减 3减掉两个 那就要补一个0 所以意思是说 我要补一个0 的意思 那我要把 怎么样把叙述 把它在这边实现 第一个我们可以先用len 是吧 G4外面 你可以补一个len len len直接打到比较快 把它刮扶起来 那这样的话 回来len刮扶 G4的话 它回来就是2 那我可以怎么样 在前面再补一个3 3减掉 3减掉 那减完之后 这个的结果 就会是1 1个0 可是问题 那我是要重复几个0 所以我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我可以讲 我的习惯先把这个公式把它剪下来 好了 放在哪里 放在REPT 钱瓜 有没有 你可以用打的 如果你不习惯用打的 你大概也可以再插入函数 它会跳那个失窗出来 不过我建议慢慢还是习惯 因为有些公式比较冗长 如果你一直跳 其实有时候反而会容易出错 然后再来的话 可能要看懂下面的参数 它会跟你讲说REPT 里面你需要给我两个东西 一个是TES 一个是什么 LUMBERTIES 就是什么 你要重复的字 跟你要重复的次数 其实我们接下来就是 重复的次数就是0 所以记得一定要双以后 逗点 我刚刚不是有3-LEN 记得可以把它贴上去 有没有 就是 意思就是说 三减掉LEN 趋势的话 那 回来就会是什么 回来就是说 就会是1 就是意思说 重复一个0的意思 好 记得 有钱瓜糊 就要有后瓜糊 所以这边要补一个后瓜糊 OK 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反正就是只要你步骤不要打错 寧可慢一点没关系 那最后呢 确定一件事就是 到底有没有打错 你可以先打勾一下 打勾回来的话 就是重复几个0 重复一个0 有没有 0出现了 有没有 但是84 没关系 你可以再到后面 再AND AND什么 AND趋势就可以 把这个趋势 再带到这里来 然后打个勾 084出来了 OK 我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说 如果我希望把这边也做一样的事情的话 那其实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做的事情 跟后面这个要做的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你可以不需要重做 你只需要把这一串 把它复制到后面 然后改 本来是G4 对不对 把它改H4 比较好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所以我们来续押 特别说 因为后面需要一个AND 所以记得从这个AND F4后面这个AND 把它复制到后面 然后把它再贴到后面 贴到后面来 H4 这个时候把后面的H4 你就可以把它改 G4 选取 点一下H4 它就盖过去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 你可以直接改这个G也可以 就改贴上之后的两个 蓝的名称 这样子的话 就大功告成了 你会发现 3-LENH H4的话 是这个 里面只有一个字 所以3-1 3-1 就2 所以意思是重复两个0 并且放在H4的前面 打个勾看看 OK 大功告成 OK 这个就最后我们要的结果 底下因为你做完一个公式之后 要填满下面的话 大概几个方法 你可以这样往下拉 这应该大家都会 可是实际上 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有个方法 你在右下角 黑色的空点上快点两下 他也可以自动填满 OK 这样会比较快 因为我之前教的时候 我很随意的就点两下 就还有同学说 老师你刚刚怎么做的 OK 所以我特别讲一下 因为怕有些同学不知道 原来还可以这样快点两下 就可以了 当然 两个结果都可以 比如说你这样往下拉 会容易什么 拉过头 要不然就拉太慢 要不然这样拉半天 对不对 其实如果你快点两下的话 这个就没这个问题了 有没有 直接就跑到哪里 跑到它的最下方了 OK 这样就比较顺手了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用刚刚的这个两个函数 这已经有一点点难度了 有没有 09 end 这个东西 把这个东西拉过来 end 一个减的符号 end rept 重复一个零 后面这个你也可以自己打 3-len 取这个词 取这个里面有几个字 减完之后重复几个零 再end这个趋势 后面这一段的话 是把这一段复制过来 更改一下 这样子就大功告成了 动作可以慢一点没有关系 因为也许你们没有我这么熟练 但是做错没关系 你只要 所以有时候理解 你理解就很顺手 这样做怎么做 只要很快把公式做出来 那这件事情就解决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来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一样 我会 我有把这个刚刚做的 有录下来 所以如果你 假设你希望回去 再把细节再看过的话 反正就照着 再把他影片看一下 应该也可以 这个做出你要的结果